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宾主持 佐敦 总理 李奇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的典故在其他大院有集數或其他香港製造網絡電視的片集中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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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三月底的時候已經落幕了 要拆掉它再重建 我相信Lundaygun的炮應該會繼續在吉年島對開的海拔 它保存的 現在可能沒有了 將來重建好之後可能會再什麼 希望吧 這個聲音大家還會看到 而且以前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 隨即也是 有時候我們會約人去天星碼頭的五字旗旗旗 通常到十二點鐘都會有鐘聲 還是大會堂有鐘聲? 天星碼頭 你們記得那個鐘聲是否有新鐘和舊鐘? 新鐘我反而沒有留意 是喔 舊鐘印象真是深刻 為甚麼印象這麼深刻呢? 我覺得是很有代表性 怎樣有代表性呢? 在那裡等女兒還是放飛機 印象深刻還是怎樣? 譬如你走過… 譬如他剛好響的時候 你都會… 咦? 還有那時候在天星碼頭的機會是多的 譬如坐船 你明白嗎? 近年自從有了地鐵之後 現在的碼頭走到這麼遠 根本也是很少機會 還有一個問題 當年不是每個人都有手錶 也不會有截人電話 他幾點可能很靠這些東西去報時 我曾經在大院曾經說過 原來在智地對開裡面也是一個鐘 後來才拆了 我們看看天星碼頭 舊片段的報時的聲音是怎樣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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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